2021年4月2日 温布尔登和法国网球公开赛 双打冠军彭帅 在他的微博认证账号上发表长帖 揭露自己与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一段代读的私情 张高丽连长彭帅40岁 2013年到2018年 曾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之一 该帖子揭露张高丽七年前和彭帅发生了性关系 当时张是天津市委书记 张担任常委后便断绝了与彭帅的联系 但退休后又再次找到他 邀请彭帅到家里 并强迫他发生了性关系 彭帅表示他无法接受这一强迫的性行为 他在帖子中还说自己经常遭到张高丽的妻子言语的攻击 在微博常文公布不久 彭帅就突然失去了联系 时间持续两周之久 在全球网球界引发了巨大的担忧 美国女子网球明星塞雷纳维莲姆斯随即发表声明声援 表示痛心和愤怒 他在推文中表示 我们不能沉默 必须对这件事进行调查 11月中旬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打破沉默 要求北京当局就彭帅指控的性侵事件展开调查 联合国以及多个国家要求中国的彭帅个人的处境公开说明 欧盟11月24日要求中国当局拿出可恋证的证据 证明彭帅的安危与下落 并对彭帅指控遭遇中共高官性侵一事进行透明的调查 2021年12月1日 国际女子网球委员会宣布 不管经济代价多么严重 暂停在中国的比赛 并表示将全力支持彭帅揭露中共前常委张高丽的性侵行为 但事件已经过去了一年半 彭帅仍然被禁声 宣称从严治党得违级违法行为 林隆冷的习近平 对这件事不问不问 张高丽仍然出席了二十大 事实证明彭帅的确做了件飞蛾扑火的事 4月13日 国际女子职业网球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中国停赛16个月 并且持续努力 希望实现最初的诉求之后 情形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的迹象 最终付出牺牲和高昂代价的是我们的运动员和赛事 声明称将于今年9月恢复在中国的赛事 职业网球协会2023年将在中国举行四场赛事 其中包括上海大师赛 在亚洲赛事今年设计的金额预计将超过1600万美元 国际女子职业网球协会2019年在中国举行了九场赛事 总奖金金额为3040万美元 这些赛事中包括在深圳举行的国际女子职业网球协会决赛 彭帅事件未了 但国际女子职业网球协会却不得不恢复中国的赛事 她的声明透露出无奈和遗憾 彭帅事件对习政权而言无关轻重 它既不影响中共的统治 也不影响习的执政地位 相反陈出张高丽会引起高层的不满 我们说了彭帅事件 再说说刘亚洲的处境 近日有香港媒体披露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前政委 刘亚洲因涉嫌严重经济贪腐问题 或将被重判 具有官方色彩的红色文化网 更把刘亚洲称为中国军队的头号汉奸 以及带路党的带头人 据港媒新岛日报12人独家报道 多个消息来源透露 刘亚洲因涉嫌严重违级违法落马 中央军委纪委已完成对他的调查 因涉案金额巨大 案件移交军队司法系统处理 报道更指出军队正掀起 肃清刘亚洲余毒的运动 军方二月底发出通知 要求在三月份清除刘亚洲有害讯息 各单位以制查的方式 对照涉流信息资料统计表 包括涉及刘亚洲的图书报纸 期刊文章题字讲稿等 确保清理清查全面彻底 早在上个月24日 港媒民报也引述多方消息人士透露 刘亚洲深陷要案 被指涉嫌以基金会协会等名义 剧连巨额财富 其中涉严重经济贪腐问题 或将遭当局重判 实行缓期两年执行的刑法 其中一人特别提起 刘的妻子 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 平安不受影响 为什么习近平要对刘亚洲如此心思动众呢 一是红二代分权 支持媒体人高瑜 最近在他个人推特上写道 刘亚洲是中共高层议员 但是他是中共的右派 这是关键 就像赵紫阳虽然被留在党内 但是他是中共第一禁区 中共容不得刘亚洲 是因为他的思想立场和主张 经济学者何清廉分析认为 江湖时期一直被红二代视为管家模式 执政相对宽松 刘亚洲这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足以证明 红二代认为红色江山终归要回归到红色接班人手中 然而 那红二代集体失望的是 权力虽然收回到了红二代习近平手中 权力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能与人分享 尤其是独裁权力更是职能及艺人或者挂头手中 二影响力太大 澳洲西里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指出 他认识刘亚洲多年 认为他是军队中最有思想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将领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刘亚洲曾给中国军方提供战略 指中国在现代民主国家包围下 解围的方式 使中国自身民主化 刘亚洲是否会配判死刑或死缓 冯崇义教授不排除此种可能 他认为只要习近平在位 就会将刘亚洲置于死地 不会让他重见天日 因为刘亚洲是习近平很大的眼中钉 冯崇义说 当时习近平权力没有那么膨胀之前 没有去动刘亚洲 但是现在把其他派系都清楚干净了 他认为自己已经绝对稳固了 所以去动 刘亚洲跟习近平不是一路人 思想差别非常大 他在军中有一定的影响力 加上是太子党的人 所以对习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他必须要尽早清除 刘亚洲 现在这个所谓的腐败案件 只是习惯用的手段 只是用一个方式来清除他的政敌和对手 冯教授又说 中共清除刘亚洲也与清除军中反战势力有关系 习近平是在军事动员 这不排除为开战做准备 冯从义说 因为刘亚洲本身也是反对习近平吞并台湾 武力犯台的重要人物 所以习近平现在要排除任何干脑 他也有这个考量 习随时都准备开战 但这要看时机 他需要一些条件 比如美国里头政局发生某些改变 或者是台湾国民党上台 有人跟他当内衣 他现在做军事动员 做军事安排 他随时可以动手 刘亚洲的情况 令不少人想起了红二代任志强 认为刘亚洲会与任志强有相同的结局 绰号任大炮的房地产大亨任志强 应敢于直言不讳 批评中共而闻名 在2020年 北京一家法院判处任志强有期徒刑18年 称他在担任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主管期间 或卸任后犯有贪污罪 受贿罪 罗用公款罪 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 冯崇玉指出 刘亚洲与任志强都有可比之处 他们都属于红二代中觉醒的人 如果说任志强是当时开明派的代表 刘亚洲就是当今的代表 香港时事评论人士陶杰先生认为 红二代本来对习近平有很大的希望 刘亚洲本倾向民主化 如今有可能面临重判 这很可能除了在公开场合之外 私下得罪了习近平 陶杰说民间现实没有什么同情 红二代及太子党本来对习近平有很大的期望 包括权力的分享 进一步的改革 但这两件事都没有发生 所以现在都是收身 以刘亚洲来说是他锋芒泰路 个性太过鲜明 加上对于外交 施政 军事都太有见解 在大陆 遇事高层 有灵脚的人 就很难生存下去 今年10月19日 满71岁的刘亚洲 是前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 也被称之为著名的作家战略家 长期在军队服役 承认空军副政委 发表过金门战役检讨 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寻道者等文章 引起了轰动 他还出版了九卷本的刘亚洲文集 彭帅揭露张高丽生活腐败和性侵 但习近平没心情为一个女子超咸心 因为她无关中共的统治和她的执政地位 于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刘亚洲是党内开明派 追求民主和政治文明 反对武力攻打台湾 并且巨座登深 影响力大 这自然成了习近平眼中钉和肉中刺 天无二日国武二军 即使你贵为红二代 才高八斗 我也要治理于死地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 我感谢您的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